本着有机农法的坚持 普里青农张威然 种植5000多株的青华柜 目前是全台最大的青华柜栽培园区 除了种植管理 张威然也导入了精油技术 开发加工产品 开设生态课程 让农业再升级 并且也获得农委会百大青农的殊荣 森荣厌柜分别代表四种珍贵的中药材 其中柜是指肉柜 又以青华柜值最佳 运用最为广泛 普里青农张威然 本着对水土保持的重视 在自家农地种植5000多株的青华柜 目前是全台湾最大的青华柜在中原区 每年台湾都要从国外进口 两到三亿的一个肉柜的一个产品 不管是肉柜皮、肉柜汁 我们说的柜皮、柜汁或是肉柜粉 那事实上我们整个希望说 台湾可以透过我们这一代新的青农 可以来做一些比较高经济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物 那肉柜本身又是一个很好的水土保持作物 那本身的话我也期待说 我们在种植这个肉柜的过程当中 以及发展肉柜的产业的过程 除了可以满足我们自己国内市场的一个需求之外 那更深层的一个意义就是可以保护住我们整个台湾的一个山区的一个水土保持 青华柜啦 它是我们中药上面所使用的品种 所以呢在药点上面呢就是收窄这个药材 所以呢如果要作为食品啦或是作为药品 其实过去呢主要就是以这个品种的品质跟价值是最高的 青华柜最珍贵的部分是树皮 所以在树木成熟之后必须取下树皮制作成药材 但这也展现出自然界最神奇的部分 肉柜树被环状剥皮后并不会枯死 而是树皮会再生 让树木成长不被中断 因为它本身最主要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它的珍贵的这个肉柜皮 那我们在扒完这个肉柜皮之后 在我们这个场域里面 像我们在埔里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扒完之后其实它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这边的这一棵肉柜树 这个在我们年初的时候扒完之后 其实它已经有开始再生上来了 所以这个树皮它肉柜它本身的一个植物的特性 它的树皮再生能力非常的强 目前在台湾呢最大的这个清华柜的种植面积 就在我们现在位置的这个农场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产业其实是 比较具有特殊性跟未来发展性的一个产业跟农场 那所以后续如果相关的政府部门单位来愿意来做相关的技术合作推广 其实是有助于台湾新兴的这一些产业 然后的开发跟发展 为了让清华柜能被完整的运用 张维然以水蒸气萃取的方式 萃取出清华柜青露以及精油 并且也研发多项清华柜制成的产品做多元的运用 我们若柜的汁液的话 它适合就是用水蒸气的蒸溜法 那最主要它的特性的话 因为我们又经过高压水蒸气 那希望的就是可以把若柜的精华 精油它的存入这一些比较精华的成分把它萃取出来 那事实上以若柜树来讲的话 它基本上它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栽培 就像我们讲的要扒到一个珍贵的 一个清华柜的树皮的话 它需要20年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导入精油系统之后 在我们定职之后的4到5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采收它的汁液 下来做萃取 那就是可以产出我们的精油以及存入 有机栽种5000多株的清华柜 张维然在家人的支持下投入心理研究 研发出多样的附加产品 并获得农委会摆大清农的殊荣 他也希望运用科技将清华柜产品做全方位的研发 造福人群 记者张丰仁 普里正采访报导 我认为 你又可以 有机会